自从阅读往生论后 不再想与外人接触及显化家常 只愿在家中静修念佛 请问这样是否太执着 如何能横顺大众 师父回答 初学人执着有好处的 因为自己的功夫还不得力 要着重修持 儒家也讲折善固执 所以初学应该要执着 何时才横顺众生呢 要到自己有顶功 不会受外源影响诱惑时 就可以横顺众生 但是见到五欲六成的诱惑 还会起心动念 你就随顺就会造业 自古以来 这样的例子也很多 我当年学校 李老师就限制我们 未到四十岁决定不可到外面奖金 四十岁之前奖金 也只能在台中联社 台中慈光图书馆练习 就是怕我们受不了外面的诱惑而堕落 这是老师对于学生的爱护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自己能不能经得起考验呢 经不起就保守固执一点好 另外一点的诱惑 不要因为你不动 然后再来 一种诱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